你今天挡住了这个污染事业来 可是你就是偏乡 你的命运就是别人不要的 只要这里人不反对 他就一定进来 草胶既然是生物胶 生物胶里面都是孔隙 所谓多孔隙的环境就是海洋生物的育婴房 你会在这里看到鲨鱼 看到其他各种大型的鱼类 其实它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藻礁的这些环境里面 慢慢长大的 没有这个附近的鱼一定就很少 我们桃园会有两个鱼港 比如说北边的竹尾鱼港 南边的永安鱼港 它们都叫做近海型鱼港 怎么来的鱼 就是在这个藻礁的环境里面 小时候躲避天敌钻到洞里面 那么长大了才慢慢的游出去 所以这一整个都是我们的鱼场 那如果说藻礁被破坏了 就是这个鱼场呢 就枯竭了 你看它那个口盖就像一个珠子一样 所以称它为猪螺 这个是有毒的 对 玉螺 玉头的玉 它盯到里面 现在看到那么多灯光它就下灯 那就表示 可能还是有 就直接走 就直接都可以 一点吃这个可以 看下去 好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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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藻礁破壞以後 對地方的生態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開發行為 應該立刻進行停止跟復原 然後對未來的整個桃園縣沿海的地區 我們希望說自然的地景 也能夠暫時指定為自然保留區 他說現在已經把工業區縮小到剩下23公頃 而且這23公頃也是已經原來就有田的 但是關鍵不在這裡 關鍵就是工業港區有800多公頃 這下面你都要挖 你也要填海造路 這個都是藻礁沒有辦法承受的 因為行政體系要通過 他們就是硬幹 雖然專家學者都提供了很多很豐富的資料 他們就是非過不可 所以整個環境過程會讓我們覺得很粗暴 很蠻憨就是他們完全不尊重專業 將來他做了一個像海中深入大概 兩公里以上那麼遠的那種大堤防 將來整個北邊會完全淤積 那個北邊是現在還沒有化為保護區的白玉藻礁 南邊會侵蝕 正好就是侵蝕到現在的關心藻礁 已經是保護區的藻礁 我們都認為將來不但這個精華區破壞 南邊的也破壞 北邊的也埋掉 那就是整個藻礁的生態系會崩潔 如果我們能夠留下來 然後又有觀光的發展 這個是對台灣非常正面光明的一條路 我們就是期待政府能夠把眼光鑽住過來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中文字幕製作人 Hex figure